全球最難到達的一個教堂 開始被譽為全球最難到達的一個教堂 也是全球最危險最接近天堂的教堂 看上去的過程 首先你必須穿過眾多狹窄的懸崖峭壁 再來你將面對的是最艱巨的任務 徒手攀爬將近300公尺高的垂直山壁 今天我們來介紹信仰的力量了 信仰是什麼呢? 墨鏡哥在看了那麼多的東西 了解了很多的事情之後呢 我覺得它是一種很恐怖的力量 很強大的力量 人可以因為有信仰 屢次突破難關 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好 但也可以因為信仰而磁狂 明明幾百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個鍵盤 但是呢卻因為有了信仰 可以花上好幾千塊錢 五六千塊去買一把 會發光有LOGO的那種鍵盤 也或是呢一張三四萬塊的顯示卡 幾乎快要跟機車一樣價格了 但是為了信仰 一樣給它 剁手買的下去 那也或是呢 明明功能都差不多的包包 都是拿來裝東西用的 但是為了那LV兩個字 或者是為了那G-U-C-C-I 他們可以花費貴上好幾十倍 甚至上百倍的價格 去給它買下去 真的說信仰這個恐怖的力量呢 無時無刻都圍繞在你我的身邊啊 那也因為有人有這樣子 如此強大的信仰 所以呢他們在一個非常艱難的地方 蓋出了很多難以想像的建築 就好比我們現在第一個要介紹的這一個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是 塔克商事 塔克商事在哪裡呢 在布丹境內 布丹在哪裡呢 在中國下面 呃 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我們說它在印度的右上角好了 布丹以前木槿哥聽過一個消息 就是布丹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 雖然說那裡的人民不是很富有 但是他們卻是最快樂的 但是木槿哥查了一下這個資料 哎呀 這好像是個假消息 實際上那裡的人民呢 好像並不如想像中過的那樣子的好 在2017年的一份資料當中 布丹的幸福指數 竟然是在世界上的第97名 而當時台灣第33名 這幾乎可以說 不丹不緊 沒有幸福 沒有快樂 甚至感到非常不幸福 非常不快樂 哎呀車遠 我們今天講的是塔克商事 塔克商事 是布丹境內最神聖的佛教寺廟 同時它也被列為世界十大寺廟之一 塔克商事又稱作五血寺 它位於海拔3120公尺高的位置 同時這邊有個峽谷叫做帕羅峽谷 塔克商事就這樣鑲嵌在帕羅山谷的懸崖峭壁中間 這峽谷最深處達900米深 不過它的垂直高度 到底是不是900公尺摩基克 實在是查不到更多的資料了 我也不能夠準確的告訴各位 只能夠知道它真的是很高 而且的的確確 如果你找死就很容易死的那一種 那這裡面供奉的呢 就是佛教裡面的蓮花生大使 這邊有一個傳說是 在西元744年的時候 不但這邊有很多妖魔鬼怪在這裡作亂 弄得當地人民災惡連連苦不堪言 後來蓮花生大使聽到這邊 有這麼多鬼怪在作亂 於是它便騎著飛天磁火抵達現今 塔克商事處處在的這個區域 那這個飛天磁火不排除是我們地球上面 還沒有被發現的一個未知生物 不曉得是哪一種虎類的變形種 那科學家呢 正經羅內骨的想要找出它 然後想要研究它 好 蓮花生大使到了這裡之後 果然看到了一堆的鬼怪 於是它便化身成為 金剛力士 金剛力士是蓮花生大使的霸相之一 它有很多種模樣 它是化身成最凶惡的金剛力士 跟他們大戰三百回合 後來啊 邪不勝正 蓮花生大使還是贏了 但是它也雲氣大傷 它必須得立刻找個地方好好的休息靜養 那它就想說 既然我來到這裡 那不如我就在這裡 直接找個山壁上面開個山洞 就在裡面休息吧 於是乎塔克商事的前身 塔克商事就這樣出現了 後來塔克商事 當然這傳說畢竟是傳說 各位不要盡興啊 不過為什麼到底 不甘的仙人們要在這裡修建一個 看起來這麼危險 那又頗具規模的那個寺廟呢 這還是不得知的事情 只能夠知道 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信徒 他們都有一種狂熱 有些地方啊 越是難上去 越是難建造一些寺廟啊 教堂啊 他們越是想去 不過剛目前所講的這個 不甘的仙人們 其實也沒多仙啦 大概是1962年的事情啦 蓋完之後也沒有多久 1998年的時候呢 就一場大火了 燒到這裡被強制關閉 後面不甘舉全國之力 鄉方設法要修好它 後來才在2005年的時候呢 終於把它修復完成 再來這個 墨金哥之前在整理世界上 最恐怖 最離奇最危險的建築的時候呢 就有查到它了 他是被譽為 全球最難到達的一個教堂 也是全球最危險 最接近天堂的教堂 他叫做 阿布納耶馬塔昭日教堂 這一座教堂 位在伊蘇利亞 剛剛說的呢 都是世人給他們的稱號 因為他位在的地理環境呢 實在是太險惡了 這座教堂距離海平面 2580公尺高 整座教堂幾乎是一山而建 應該說是 直接把這個山啊 當做教堂了 它從裡面挖空 所以呢它也被叫做 岩石教堂 在現代的觀光旅遊啊 興盛之前 那麼普及之前 古人們攀登這一座岩石教堂 那真的是得信仰點滿 因為幾乎全程沒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徒手徒腳 一點一點的往上爬 而且呢 石頭啊還非常的光滑 滑到呢 古人們甚至是必須把鞋子給脫去 在那邊順利的往上爬 看上去的過程 首先你必須穿過 眾多狹窄的懸崖峭壁 再來你即將面對的是 最艱巨的任務 徒手攀爬將近300公尺高的 垂直三臂 基本上去這個教堂禱告 或是去那裡洗禮 去那裡觀光的過程 就像是結合了一個極限運動一樣 那你爬上去之後呢 當你以為可以輕鬆的時候 那就錯了 接下來你將面對的是 心裡面更巨大的壓力 你必須走過一個 250米長的一個天然石橋 你覺得好像有橋 那應該很安全 那你又錯了 因為呢 如果你一個不小心 旁邊就是幾百公尺深的懸崖 等著你掉下去 你的大地母親 隨時張開雙臂 等著迎接你 這座教堂 它的四面呢 全部都是幾百公尺高的懸崖峭壁 在往上爬的過程當中呢 許多處啊 也幾乎都是只有勉強可以立足的一個落腳點 古人們呢 甚至是沒有繩索可以使用 或者是莫敬哥的粉絲 應該會知道莫敬哥之前介紹過華山 那個華山也是相當的恐怖的 不過在許多的條件下 這座阿伯納耶馬塔招之教堂呢 可是過之而無疾 因為沒有安全措施 但現在是有了啦 現在你去觀光的話呢 當地人會給你安全的繩索 甚至是安全帶 爬到三點上之後呢 就會進入三洞雷的教堂 教堂裡面有壁畫 壁畫 壁畫會指耶穌十二門徒當中的九人 這個壁畫的許多細節 讓很多人為之驚嘆 在衣飾方面 和臉部的複雜線條方面 還有細節方面 以及它這個非常鮮艷的顏色 都讓很多人贏 這個教堂應該是在近代 近幾十年才給它繪製而成的 不過 讓人很驚訝的是 這個壁畫的年代根據考究 大概是在西元十五世紀時 直至今日至少有六百年的歷史 但是呢 這個顏色卻依然非常的鮮艷 那這就讓很多人好奇 他們為什麼可以保存了這麼久 難不成 真的是上帝的力量 是上帝可以讓這些壁畫 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嗎? 耶穌顯零了嗎? 那其實也不是這樣 這次讓這座教堂非常的乾燥 再來呢 因為它壁畫是在山洞裡 幾乎不會接觸到日光 所以也減少了日光侵蝕 從這種條件下 所以它才可以保存得如此完好 接近當初那個時候 讓人更佩服的是 這座教堂 有許多的修飾在這裡修行 他們呢甚至天天從山腳跟這裡 頻繁地往來 不過非常出人意料的是呢 根據當地人的說法 這裡呢 還沒有人掉到這個懸崖山谷之下 不得不讓人再一次的想像 難不成這裡真的有神的眷顧嗎? 難不成這裡那麼靠近天堂 所以呢 天堂的天使們 或者是耶穌正在保佑著你嗎? 這座教堂的歷史呢 說起來同樣是讓人大感震驚 根據很多的資料顯示 它是在西元第五世紀建成的 聚經 超過一千五百年啦 這再次讓人懷疑 古人們到底是靠怎樣的一個技術 他到底是如何徒手爬到這個山頂上 然後在非常艱辛的 一點一點挖掉岩石 然後甚至招出一個大山洞 弄出一個教堂呢? 而且建造他的人又是誰呢? 咦? 這個我們從他的教堂名字當中 得到了一些線索 根據當地的說法 這座教堂呢 它是耶馬塔神父 給他建成的 所以他的教堂名字當中 才有耶馬塔三個字 那什麼叫做昭日教堂呢? 是因為當地人認為 他早在洪荒之初的黎明之前 就建好了 他在時間產生之前 就建造而成 這個概念真的是很抽象 真的是感覺寓意蠻深的 根據很多人親自到這裡的一個 遊玩感想是 到這教堂時 可以感受到非常神聖 非常寧靜的感覺 在這裡的寧靜呢 是無與倫比的 不過要得到這樣的一個寧靜 得付出非常不小的代價 但現在去爬就比較容易了 只是稍有不慎 那還是會有很大的風險 那也因為這座教堂 它有1500年以上的歷史 雖然它是基督教裡面 榜上有名的古老教堂 如果你算是有興趣 去非洲旺旺的話 不妨可以考慮來這裡 爽一番 到達山頂之後的風景 也真的是令人驚嘆 等你去玩 再回來告訴墨靜哥 你當時是怎樣 累成狗 喘成狗的 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介紹到這邊 記得訂閱我們今天 YouTube 點開按鈴 Под withdrawn 我明期天見 mb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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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heser 我就一個字ワ ville 面對 有一個回合 我說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